总统往左手边看了一眼 因为有人喊叫抗议 但跟身边的指挥官陈时中 两人都很淡定 因为现在更紧绷的是疫情 看到总统穿上的这灰色背心 走近的就是指挥中心这里 对最近疫情总统话语中明显有焦虑 我们多个案例 活动的足迹是分布在不同的县市 那中央地方都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也必须要团结的来防疫 那再过几天母亲节又到了 面对母亲节的假期 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特别讲到中央地方是话中有话吗 因为前一天身旁的陈时中 才被台北市长柯文折呛 讯息不同步制造恐慌 不过这回陈时中也有准备给出反击 有一些县市政府认为这个资讯的透明度不够 那我也指示我们的同仁把现在 我们既有的一些相关程序 那怎么样来做通报 那些流程怎么样 那我们就把它弄清楚 我会发行给地方政府 可见陈时中有点气 但陈时中防疫要撑住 不止总统来 5月1号这天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才刚来过 内阁大咖们帮忙集气 要稳住陈时中 加持他的防疫 让台湾再度过一次 监困疫情 TVBS新闻董明昊 刘玉君谈一轮生君小组 台北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感谢观看